花蓮市公所从8月10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花蓮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办理112年度原住民族语下令营的活动 期盼借由课程让原住民的青年一代 了解祖先流传下来的智慧 今儿将原住民文化向下扎根 为了推广原住民族语 也让孩子们了解并认同自身传统文化 花蓮市公所从8月10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花蓮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办理112年度原住民族下令营活动 其实我们最希望能够达到就是 都市跟其实跟一般的乡下的部落 在所谓的教育 包括语言的教育 文化的教育 生活的教育 都其实都不太一样 我们这次最主要的目的 也希望能够让把都市的孩子 带到乡下 由我们乡下的一些老师 来去做一些教学 让他们体验到其实 真正的一个部落的状态 那今天这两天 还有我们的 包含在野菜学校做的一些手作的DIY 然后还有隔天在外面的 我们的野菜的教学 也希望能够透过足语 搭配我们的野菜的知识 然后来让学员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11号上午华联市长卫嘉燕也在原型客长江敬贤的陪同下 前往关心学员的学习状况 并颁发结业证书 看到卫市长的到来 小朋友们也认真唱起歌谣 并用足语进行自我介绍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了解到我们部落的一些 不管是传统文化 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可能 我们一些族语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希望落实生根下去 那这次有到我们的风冰箱 那深度的去部落走一走看一看 那也到我们的猎人学校 那到猎人学校其实小朋友都玩得不一乐乎 那可以更可以了解到 早年我们族人在生活的一个困境 那一只眼变至今 那包括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原课的一个融合 那我们也希望借此在公所原型客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办理更多让孩子们 让原住民孩子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一些 部落的传统文化代代的传承下去 这次的课程内容包括主语课程交唱 升级运用 童玩制作 舞蹈教学和认识传统服饰名称 及穿戴方式等等 希望让小朋友们 透过沉浸式的感官体验 更加了解过去的阿美族传统智慧 及尊重自然的生活态度 进而认识部落在地故事及历史背景 主语夏令营 记者徐立琴欢迎时报道